嗨,大家好 這次來介紹一個在元宇宙的咖啡廳聚會 這個咖啡廳非常的熱鬧 雖然我們知道在元宇宙裡面 所謂的咖啡廳 當然你是喝不到咖啡的 但是它是一個咖啡廳的形式 這裡面的人也很好玩 大家有沒有有人辦店員 很認真的 看起來真的是店員的模樣 然後很多的人在這邊排隊 輕輕鬆鬆的似乎在等候著買咖啡 然後樣子也很像 但實際上有時候聽到他們的一點內容 他們其實就是在聊天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聊天趴 聊天Party 很有趣的 之前呢,意想不到說這種狀況之下 是不是真的有賣咖啡呢 那我現在來拍個照 旁邊有人要跟我打招呼 這種是不是真的要來賣咖啡 還有人送花 不知道為何他要送我花 我也搞不清楚 他很有禮貌很聲勢 好像當我是個淑女 其實我今天裝扮 一點都不淑女啊 我今天裝扮是一個海盜王啊 會不會他也很喜歡 玩這個遊戲 所以他很尊敬我 認為我是海盜王 應該高手很厲害 搞不清楚 然後你看這裡面 很多人都來來往往很熱鬧的 端著咖啡 有人在群聚聊天 有人輕輕鬆鬆的 逛來逛去 像我一樣 大家真的是很輕鬆的 愉快的 在那個地方 好像在 你看他真的是在點餐呢 在聊天呢 在討論什麼事呢 你光從那個樣子來看啊 大家蠻客盡職責的 大家的角色扮演都蠻認真的 蠻純熟的 而且好像引以為樂 這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聊天趴了 真的是 我們的聊天趴 線上的聊天趴呢 從這種文字的 一行一行的在那邊等待的 然後到現在呢 進入到元宇宙的聊天趴 這樣式是一個咖啡廳 是一個餐館 實際上是個聊天趴 這是他的廁所 我進來看看 我聽到這裡面有聲音 有人在講話 果然在這裡面有聲音 你看 這幾個人湊在一個小小的廁所間裡面 在那個地方聊天 那這個音場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跟真實的環境很像 遠近 你是分得清楚的 你距離一遠了 就聽不見聲音了 跟真實的環境裡面呢 他的模擬效果是幾乎一樣的 所以他躲在廁所裡面聊天 我們外人是聽不到 要靠近才知道 那這個前面櫃台這邊 仍然非常多的聲音 蹦蹦跳跳的 其實大家都好像在急著 要趕快啊趕快啊 其實他沒什麼好急的啦 就是一種趣味 你看這個地方 遠遠的一看真的是 每個人都在專注自己的討論 然後顧客也會換人 旁邊還有真實可以消費的一些商品諮詢 他這裡面的消費 也就是你在元宇宙的商店裡面 可以去買他們銷售的東西 很頻繁的在使用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 有線上商業行為 有商業模式的一個元宇宙平台 別小看這個公司 這公司規模很大 台灣很少有人知道 可是在美國 他這個是一個上市公司 這個上市公司 估值是很高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宇宙獨角獸 參與的人非常多 但是目前來看 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人的感覺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外國人 因為外國人說的英文 還有他的行為 當然會跟美國的青少年很不一樣 而這個平台呢 因為他的功能相當完整 功能很強大 所以其實不只有青少年 很多的大人 你在這裡面辦大人自己的展演活動 甚至有許多的這種 不是純聊天 線上脫口秀 電視秀 實境秀 線上的討論會 都在這裡面進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這一群人 很多跑到廁所來了 你看他還有白板呢 白板上面也可以寫字 你可以在那邊做簡報 可以在那邊做簡單形式的教學活動 訂閱功能 跟作者聯繫 這些功能一應俱全 連門口都還有人 在門口觀察聊天 屋頂上還可以有人 這個是景觀的切換開關 你可以切換外面的場景環境光線 好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囉 還好 嗨 Chile 蛤 梨 idi 唇 是 27